我以前去壁坛 心殿壁坛 祝恋一个也是我们成天禅室的一个师姐 你看他也是练佛的 那这个师姐本身还是祝恋团的 平常在帮人家祝恋 他也会叫人家放下 可是问题轮到他的时候他放不下 他们已经祝恋一天一夜了 还是没办法舍抱 为什么 因为他执着放不下 他执着有个长肉我尽 他放不下 所以我气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法师趴在那边睡着 我认识一个马居士 他在那边也睡着 他趴在那里练累了 往生主还没有往生 活了已经累了 下面继续练阿弥陀佛 他就是因为他是肛癌 肚子长得大大的 肛癌到后来肚子都会膨胀起来 他就盖头肉泥被 他是脸没有把它盖住 因为他还有一口气在 他是已经一天一夜没办法断气 我们这边有个礼仿的礼品公司 就是结婚的时候会卖礼品 那个礼仿 那个食品公司那个老板娘 战师姐很发心 都在帮人家助练 他是董事长的夫人 乐善好书 喜欢富此三宝 喜欢助练 他认识我 他说黄师兄 你跟那个师姐开市好不好 他都走不了 放不下怎么办呢 他就叫我去 住在那个新殿的别墅 也蛮漂亮的 那我进去我就先看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装潢 这个算是一个也不错的房子 那我先了解问题出在哪里 我看他先生没有谁否 是一个凡人 那我就知道等一下怎么讲 我就跟那个师兄间叫到旁边 我说师兄 你等一下就跟师姐讲 我先用台语讲 再用狗语讲 因为那个师兄是听懂台语 我说你跟你们太太说 说太太你不用烦恼 我不要再带小语 你准备安心去阿弥陀的世界 我唤诚狗语就说 太太啊 台湾叫太太 大陆叫爱人 他说爱人 你不要担心 我不会再娶二太太 我们台湾叫谢姨 谢姨 就是说 就是第二个太太就是了 再婚这个就是 台湾叫做谢姨 你不用担心 你往生我绝对不会再起太太的 这个房子永远是我们的 儿子也是我们的 我们的钱绝对不会落到别人家气的 所以你放心 我说你就讲这样就好 因为他也不懂佛法 我说你讲完这样就换我来讲佛法 他放不下情 情子 所以老法师讲最难断就是情子 对先生的情子 对小孩的情子 对这个房子的情子 对这个我所的情子 我的家 我的财产 不能漏到别人的手中去 我所 有我就有你所爱的东西 依报世界 就他先生讲完以后 就退到旁边去 就换我下去讲佛法 那我就开始讲 四圣地苦极灭道 那再讲佛陀的十二音年 无名行事 名色六路 处受爱其有 生老死 然后再讲 发菩提心 信愿行 求生极乐世界 脱离生死轮回 我大概原则是讲这样 但是我们每一次跟王者说法 是千变万化 是看现场的情况 再把它切入 往往都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 都是活菩萨给我加持的 我讲完回到我家 从心殿到我家 开车大概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我才刚下去要吃一碗面 那个书姐就打电灯棍材 说哎呀黄书兄真的很好用 你跟他讲我以后 他就手抱的 已经往生了 放下了 就那个关键 那你要怎么办 你要帮助他转世成智 安他的心 他烦恼一瓶都没断 他足足放不下来 你要安他的心 先里立锅签 然后入佛住 这佛陀教我们的 你不要硬邦邦的 所以如果讲到住恋 我都很有心得 所以我回到家的时候 那个詹师姐打电灯棍跟我讲说 哎呀书兄他真的舍爆了 帮助他放下这个成员 所以我们平常真的要有练佛的功夫 那练佛功夫在哪里 我常常跟各位联流讲 老法师讲 你做不到不助色身香味触法布施 但是你眼见是耳闻生 鼻嗅香舌肠胃 眼耳鼻舌胜利对色身香味触法 你要把它全部转成阿弥陀佛 好吃的也是阿弥陀佛 不好吃的也是阿弥陀佛 好听的话也是阿弥陀佛 你就不起贪了吗 不好听的话 你也转成阿弥陀佛 你就不起撑了吗 你久久之 你就把这个正爱放下来了吗 这个叫做暗和道庙